好,現在我就出去試中心了 幸好趕得像坐車 因為它遲了五分鐘 200 11點13分上車 Martin就建議我現在在這個 第十區 Win Kralen Plus 下車 那裏應該有些東西看 Victor Adler Plus 有另一個市集 在奧地利第十區 這個另一個奧地利的市集 也有些特別東西看 例如這間 就是保加利亞的日用品 什麼東西要有 Bulgarische Levensmittel 這個 Victor Adler市集 就是由這個 Victor Adler 所命名 他是一個政治家 也是一個醫生 是少數幾個 Osterize 就是奧地利的社會主義家 創立了第一共和國 奧地利第一共和國的 其中一位人 以他的命名 是 我开门 你要去 不公平 你看着看着你 你会做得太多的 嘩,這個市集裡面呢,讓我見到有一間叫Chinaman 有吃壽司,還有一些好像蠻好吃的雞飯,讓我先試一下 現在找一張椅子坐下來吃飯,因為都不可以堂食,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你看,周邊的人都是坐在這裡,在外面吃的,你不是堂食的話,就一樣是雲群最終,多嬌魚 嘩,在這個市集裡面叫的Teriyaki Chicken,還有炸雞很好吃,新鮮滾熱辣 但是在唐食,在街邊吃,真的很慘,感覺有點慘 這個市集裡面,突然間有一間很奇怪的金屬物體的東西 是一間應該倒閉了一粒的酒店 因為我問了當地人,他們說已經在這裡很久了 那我現在呢,繼續呢,直行直行直行,就去回總火車站了 我現在呢,就身處在維亞納的第十區裡面 剛才走完市集之後,就想去看看這座塔是什麼 但我還沒發現這座塔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了,原來這裡呢,以前前身呢 這個現在是遊樂場啦,即是兒童遊樂場 有一個足球場,鐵龍足球場,鐵龍籃球場 還有這個排球場的時候呢 我發現原來這裡前身呢,是跟1938年11月10號水晶之夜Pogronat有關的 因為這裡前身是一個伊斯蘭教的廟來的 那它的名字就叫做Homeboat Temple啦 紅寶是一個很出名的德國教育家來的 應該是兩兄弟 那就,發覺這個伊斯蘭教的廟呢 就在水晶之夜就被破壞了 好了,所以現在的位置改建了成為一個 一個挺有趣,挺特別的一個兒童遊樂場這樣 哇,來到維一納這裡 好像新社區那樣 一條鐵路路櫃呢,有草皮那樣 還鋪滿草的 新滿雜草的鐵路鬼 還有很多興建的大廈 新的大廈應該是被住的,樓房區 在前面有一間叫做Diaman的餅店 在前面那個應該是A1電訊台 A1應該是,以我所知是一間電訊公司 我想特地走去看看 很特別,這裡也挺優美 平時在Innenstadt裡面 見到的一些很漂亮的博物館 大家可能見得多 但是,維一納新社區 或者平時平民市集街市的一面 我想這個就比較特別了,我覺得 可以值得分享一下 然後回到維一納的總火車站 不過這個是另一邊,所以我都沒來過 所以現在去找回我要搭車的位置 在這個維一納總火車站旁邊 那條街呢 叫做Carl Popper 一個政治學家 我挺喜歡的政治學家名 在這裡用名人名做明明 在新街上,挺有趣 是一卡的火車 是一卡的火車 在這間公司 一直在去採訪 一個大一班 很好網伽 是一卡的火車 一卡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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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某個火車 一卡的火車 一卡的火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後下車 在Broup Andemur 這個地方轉車 Andemur就是在 Mur River 即是格拉茲城中心的河流 我就是沿著河回去 等25分鐘之後 再上車 多一個多小時就回到格拉茲家 完成了我今次 去 維亞納西 三夜之旅 四天半 你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